現在跟大家介紹3M PetriFilm PetriFilm有很多種系列 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AC AC是生菌素 那PetriFilm最近在世界不只是台灣 在世界的快速檢測非常的有名 希望做這段可以讓大家都練習得到 下學期我們會有更深入的實驗 今天用一些樣品作為代表 首先每一組都會發給一個樣品 然後進行兩次的稀釋 兩次稀釋以後一樣 一個稀釋會有二重複 一個稀釋會有二重複 首先我們在PetriFilm上面 註明我們的稀釋度 舉個例子假設這個是-2-3 寫個-2 樣品可能是來自生餡的食品等等的 或者組別自己標記上去 假設是-2的稀釋度跟第四組 接下來一樣我們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拿我們的PetriFilm 先混合均勻 看阿遠的手勢用小指夾住 取1毫升 放回去 接下來根據官方手冊 這時候呢 把它掀開來 這時候可能會黏住 要小心的 操作過程中 最好是在無菌操作台 那我們這個學期不使用無菌操作台 滴在正中間 請小心滴的過程中 不要碰到旁邊這個 根據我們專題生的測試 先行測試 放到這個的話 很容易就暈開 滴下去 這時候我先把它度角 按照手冊 快速的蓋上去 然後呢 我們有兩面 一個凹面 跟一個平面 放上去 用凹面的地方對準正中心 壓下去 其實大家看到 它會有一圈漂亮的 就要這個圓 這時候呢 一段時間後再拿起來 這時候再拿去做 爆 在35度膝下 進行培養的動作 48小時後 就可以觀察 我們從比較高的角度來拍攝 先撕開來 像阿圓的中指就壓在上面 再正中間滴下去 這時候猛放 不用慢慢放 這樣 因為這是 凹面 凹面朝下 在正中間的地方 壓住 30秒 讓它可以吸收 讓它可以吸收 好 好 假設時間已經到了 把它放開 好 為了攝影 我們把它拿高一點來看 我們再從比較水平一點的角度 來進行拍攝 撕開來 在正中間的地方加入1毫升 一樣加入過程中 絕對不要碰到邊緣 這時候快速放下 這時候快速放下 使用凹面 凹面向下 跟它接觸 輕輕地壓制 如手設上所說 壓的過程中不要轉動 也不要移動 也不要移動 一陣子之後等它均勻擴散完 放著 靜置一分鐘後 就可以放到培養箱裡面 盡情培養 盡情培養